出道就强李连杰饭碗,对打时一脚踢晕真子丹,更差点与谢霆锋结亲。 在鱼了圈中,功夫圈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圈子了,由于成长之路太过艰辛,所以现在处于青黄不揭的窘境,从上个世纪到如今,能看到的功夫明星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李连杰,红金宝,成龙等人。 因为老牌打星的老趣,如今娱乐圈打星正在以肉眼可见速度与日减少,而新一代的孝鲜肉们又难以支撑,在青黄不揭的窘境之下,真子丹如今名声大噪,虽比同龄的李连杰网红了20年,但是在如今的大环境之下,混得也是不输李连杰。 但娱乐圈还有另一位青年大兴,对打时他曾一脚踢晕真子丹,这个人就是安智杰。 在新生代动作明星短靴的当下,安智杰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而且是最有潜力进军国际的中国动作演员。 他在美国长大,自小就深受林小龙的影响,对于武术有着难以描绘的热爱,在大学的时候曾指向橄榄球队的明星队员,一身帅气的肌肉更曾让无数女粉丝尖叫。 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公认的敬业演员,在拍摄动作场面的时候多次严重负伤,但他为了保证作品质量曾多次带伤拍摄。 这份拼搏的精神也让李相仪很拼着撑的橙龙大哥和劳摩刘德华所赞赏。 他就是安智杰,一个有着酷酷外表和一身真功夫的动作演员。 2000年初,安智杰与美国罗德达的酒吧任职调酒师。 但是由于安智杰并不喜欢调酒师的工作,因此有朋友建议他转行当演员,于是安智杰满怀着电影梦想的追求,启程前往台湾发展。 尝试电视广告及平面模特,以及参演MV。 由于长相英气十足,在拍摄了几部MV之后安智杰受到了中国兴集团老板向华强的关注,并同中国兴集团签了十年掌约。 十年内向华强为了将他打造成完美的功夫巨星,还曾将他送去少林寺系统训练,那时候在少林寺内安智杰也是打下名声,出色的天赋让寺内大师称赞不已。 而刚出茅座的安智杰也评级自己出色的硬件基础和竞业态度打动了大导演许可,在2002年安智杰以新年的身份,接体力连结的角色成为了电影《黑侠2》的主演。 电影《黑侠2》的拍摄是完全按照好莱坞的标准来的,而拥有纯正英语发音的安智杰和影片堪称是完美融入。 最终,这部电影在全球收获了2000多万美元的票房,这个成绩在2002年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安智杰陆续和成龙、刘德华等一线大牌都有过合作,而他在《新警察故事》和《三国之剑龙卸甲》的演出则赢得了大众的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这两部戏的时候,连一向以拼命着称的成龙和以勤劳着称的刘德华都对安智杰的敬烈态度大家赞赏,由此可见安智杰在拍摄时候的拼命状态。 其中,在拍摄《三国之剑龙卸甲》的时候,安智杰更曾受过重伤,在片场因为替身演员的失误。 安智杰被虫木制成的大刀症重念骨,左唇受到严重伤害,尽管在之后安智杰曾做过多次修补手术,在如今依然会有一些印象是无法抹去的。 相信有很多网友和我一样,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 其实很多动作演员在给我们奉献精彩表演的背后,都是遍体鳞伤的。 当年安智杰拍摄《特殊身份》时,安智杰有一场与甄子丹的对打,习武之能好斗的性格立马让两人真正切磋了起来,当时由于甄子丹走位欠佳,所以直接挨上了安智杰的一技退功,当时就摇摇摆摆,因踢中脑门,当时甄子丹真的是激进婚学。 安智杰还差点和娱乐圈时神谢霆锋结亲,当年,进入演艺圈不久就认识谢霆霆的哥哥谢霆锋,常去谢家做客,当时对谢霆霆的感觉像小妹妹。 直到08年中学,再见到谢霆霆,当时她26岁,女大18遍,安智杰立刻感觉被电到,但当时她有男朋友,安智杰只能和她做普通朋友。 知道安智杰拍完苏琪儿,没错就是和周杰伦一起合作那部片,和谢霆霆在相遇,知道她和男朋友一分手,安智杰勇敢向谢霆霆说,我一直很喜欢你,两人终于走在一起,欢度春节。 可惜后来两人并未走到一起,在13年,她俩结束了这段四年的恋情。 安智杰在去年与美国女影星Jessica C在夏威夷举行婚礼,更是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Bessa,可谓是家庭美满呀。 从2015年开始,安智杰开始更多地接演一些好莱坞导演的电影,并且在多部影片中都有经常的演出,其中还不乏和克里斯海语斯沃斯、尼古拉斯凯奇这样的好莱坞明星们的合作,相信拥有美国思维和中国面孔的安智杰,在未来会在好莱坞逐渐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或者说其实我们都可以期待一下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之后好莱坞又会有一位华人功夫明星的出现,为什么不可能呢?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